我是小青,今晚的故事是办公楼里灵异事件。 有谁经历过这样的事件,请留言给我和分享,来吧! 故事开始。 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有一座高楼耸立着,这是一座新建的商务办公楼。 办公楼的规模很大,每层楼都有数十间办公室,上班的员工堕意不绝,人生鼎沸。 然而,这座办公楼里却隐藏着一个令人胆寒的传说。 据说,有一名女性员工在某个深夜,在厕所内自杀了。 据说,她的灵魂仍留在这栋办公楼里,不时会出现在夜深人静的办公室中。 尽管这个传说被人们讨论得热烈,但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这个传说。 然而,有些人仍然害怕在深夜加班,尤其是在厕所里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一天,年轻的办公室职员小李在忙碌的加班中感到非常的疲惫。 他走进厕所,想在洗手台前休息片刻。 但是,当他在镜子中照着自己的脸时,他突然感到有一股奇怪的冷气从他的脖子上蔓延开来。 小李开始感到害怕,但他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 然而,突然之间,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 你在OT吗? 看看我就知道。 小李吓得惊声尖叫,但他马上明白了这个声音是从他身后的厕所内传来的。 他不敢回头,只是努力地保持镇定,试图快速地洗完手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当他转身时,他看到一个人影从镜子中闪过。 他感到一阵眩晕,随后就昏倒在了厕所里。 幸运的是,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被保安和同事们发现了。 他们惊讶地看着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小李颤抖地说出了他所经历的一切。 这个事件很快传遍了整个办公楼,让人们再次开始怀疑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从此以后,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商务办公楼的每个角落都变得更加神秘和令人恐惧。 很多员工都开始有意避开厕所,或是避免在深夜加班。 有些人甚至称他们在走廊或办公室里听到了声音或看到了阴影。 尽管有些人对这些事件持怀疑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深信不疑。 这些人开始试图寻找关于自杀女性员工的更多信息,以及关于这座办公楼历史上的其他灵异事件。 渐渐地,这个传说变成了这座办公楼里的一个真实存在。 人们开始传播各种版本的故事,甚至有些人将这个传说视为这座办公楼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传说究竟是真是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似乎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即使是今天,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商务办公楼的每个角落仍然充满了神秘和恐惧。 故事完毕,我是小青,你是否想听一个让你惊恐不已的鬼故事? 这个故事充满着黑暗和未知,将带领你进入一个充满神秘和惊险的世界。 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你不会孤独。 你可以与你的朋友一起听这个故事,并通过点赞、分享和留下评论来分享你的体验。 现在就放下你的担忧,一起探索这个神秘的鬼故事吧! 这个故事充满神秘的鬼故事充满神秘的鬼故事充满神秘的鬼故事充满神秘。